福子菩萨成就入世淫法 假使有百千亿诺犹托 阿圣其众生来自佛所 来的众生很多了 阿圣其乌央数 百千亿那么多的乌央数 一一众生 一个众生 百千亿诺犹托 阿圣其口 一一口 犹如百千亿诺犹托 阿圣其语 绑回的 不是好话 所谓不可谐语 非散发语 非悦悦语 不可耐语 非仁贤语 非圣字语 非圣字相应语 非圣亲近语 身可厌乐语 不堪平文语 以事言辞 毁如菩萨 一个众生就百千亿那么多嘴巴子说 那有无量无厌 百千亿能说 都来攻击你了 攻击你了 说你不可听的话 毁如这个菩萨 只是口语 还有 一一各有诺悦徒去 阿圣其手 不断动嘴 还要动手 一一手各辞 百千亿诺悦套气障 或者棒棍啊刀啊 什么的这些那个 敌害菩萨 口语是毁谤你 守夜若是伤害你 不是一个时间 也不是一天 经过阿圣集那么长时间 身口 加害于菩萨 没有暂停的时候 乘无休息 没有听的时候 那这个菩萨 能够招出大处斗 身毛解术 身上的毛孔都起来了 毛将手 但受这个伤害 命将欲断了 那么多的手来伤害你 把你实际伤害 活不成了 活不成了 那菩萨怎么观呢 怎么思想呢 怎么来对待呢 是说得审啊 菩萨竟然来观 我阴四苦 众生脑害我 毁谤我 骂我 污辱我 打我 乃瑞刀杀我 心要动乱 就是不隐了 不隐了就动乱 动乱就漂浮不了了 漂浮不了 不能守护 不能再关心了 守护不住心了 如果自己不明了 如果不休息 不休息什么 云如恨 不休息严恨 定不住了 不一步休息 只不正定 自不寂静 自不耐写 自身执着 执着就知道 又天受伤害了 这心里还能清静吗 不能使自己先得到清静 那换句话说 把隐了 得像 信不起这样 像不能隐了 不能隐了 就把你的自在 自在 修到的坚定的信心 不动乱的 寂静的信心 失掉了 失掉了之后 这样产生什么呢 不能调伏你的臣坏 这臣恨心一定生起 臣是臣恨 会是要报复 产生报复心理 不护根 不能护自己的六根了 把修隐的法门呢 没了 不能隐了 隐恨不献钱了 不能修隐恨波罗密了 隐恨波罗密就达不成了 这时候怎么样 心里头生了洞乱 外头随着环境转 产生要报复 我扇根都不顾了 不许三根了 就是有人 有我 有伤害我的 那自己就放不下了 这是不能隐的现象 不能隐恨 这要得到什么结果呢 堕落 自他两不利啊 他要报复了 这散发行成就不到了 假使翻过来 难受 心里寂静 而是菩萨辅助思念 什么人关照呢 说我从无始劫呀 注意生死 助苦恼 受助苦恼 注意生死 受助痛恼 在受这些伤害的时候 自己产生报复 而产生什么呢 说我从无始劫来 都在生死苦恼当中 现在受这个冤害的 受这个加害的 自己啊 精勤 撤离自己 令这个心 清静 难助 散着挑射 这时候才能难住 佛法当中啊 也令众生得到死法 什么法 难饮 难敬 饮受 这个非常不容易啊 这个在说话上 我们可以这样子啊 就做起来可难了 要是一天 而一个小时 还可以啊 而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就够瘦的了 不容易 天天瘦 那就看你 菩萨 你怎么观想 别的我无所得 但是对这个 我是有经验的了 我有经验 不是一天两天 大家都知道 三十多年 每天就这样 做斗争 天天现实生活当中 每天遇到的 都说天天受迫害 实时受迫害 但是从你吃饭穿衣 饿死杀尿 都在那 这解大小便 还有什么 有大小便 拿钱杆压着你 起来了 回去了 你这额半截 要出来 还没出来 要完还没进 你这怎么起来啊 但是他要你起来 不起来 要打你啊 他起来了 起来怎么办 像这种饮兽啊 一回两回 无量节 怎么饮呢 不引起烦恼 我半回半回 或者发乐愿 我将来要报复你们 要死 那就糟糕了 那就无量节 永远出不来了 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难受 那你有个观念呢 改变你心意啊 你就如是想 哎 消业着 反正我没得智慧 这样子就给我 增长智慧了 往好处想 活得出来 往坏处想 他就不想活了 有人问过我 我的归徒就问我 他师父 你想过什么 我想过呀 他不想活啊 不想活 就是在那 忍受不了 忍受不了 说你死 死了 先免死一个臭臭 打死一个老手 我毫不相关 死一个 少一个 就是入室 你隐 说隐 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明天又来了 后天又来了 他不是一天两天啊 说菩萨行菩萨道 说要是不难的话 都成了大菩萨了 就是难 难 那男子没写一百个 也不多了 在生死轮转当中 你要善思维啊 对着他 不是对着人家了 对着你自己的心了 假使说换一个想法 在你受完了 心里很高兴 哎呀 这些我业障可消了 那个心情啊 那个心情 没关系 越受多点越好 受多点 业障消的快点 成佛快点 他两个 这两条道 你想想看 这个心情 他就很高兴 那个是烦恼 烦恼到几点 自杀 活着呢 烧尽自己的身体 让他快点死亡 这有两种啊 但是你这种想法 说这帮着我 道业场景 不但不生烦恼 而生欢喜心 那这个心就清静了 渐渐就平静了 这叫南柱佛法 南柱佛法 真正的听佛的教诲 那后来得到什么好处呢 开智慧啊 但你饮的时候 就是开智慧啊 没有智慧是受不了 饮受不了的 有智慧 看到这些 入梦荒抛营 无常的 那三十年 三十年过后呢 四十年过后呢 得又变了 不是外头事物变了 是你的心变了 听进去 心变了 环境也就变了 说心上的种种法身 这个道理要大家体会啊 不是寡听语言啊 寡听语言不能得到受容 怎么样才得到受容 要体会到 说心 生静法 都是清静的 你得到清静的享受 生严法 得到乌严的 那你得到果报 心清静了 得到欢喜了 你自己就会调伏它去了 调伏这样 身心健康 说自己折磨自己 折磨自己生病了 那可不是在外边 听我现在 我生病了 医生看你几道 这个药 那个药都吃 那个你死了 活该 该死 业造的很多了 你该死了 也没有治疗 他要事情 一切事物 很多是相反的 他又外面 已经受那些折磨了 他又没他病了 他也不生病 好多事物 相反 说你能在佛法 难中之中啊 那就愉快了 如果不入道 不信佛的 他说这些个年轻的姑娘们 都出家当比丘尼去了 在一天生活在这个里头 他们看见哭死了 但是我们怎么想的 我们是快乐的 南静的 我说观想大家对照一下 看看来那些个 快了 到五六月份朝三的人很多 你看看 看看他的表情 给你是烦动不难 来到我们庙里头 他的表情 总是烦动不难 躁动不难 而我们呢 看看我们这些师父们 喃喃经经 成与中 行与外 我好多对我们弟子 跟他说 他说我有神通 我说有啥神通 我看你脸上 你自己就告诉我了 那些动作都告诉我了 就叫成与中 行与外 你心里想什么 你看看 哪个同学的 他心里头 想事的时候 他烦躁不难 他脸近 他那面情 就不是那么安静了 告诉你了 他心想 他思想有问题了 有时候什么问题了呢 你也不要去问人家 问人家 人也不跟你说 你观察就好了 这就善观察力 这观察智慧